民族情怀 两岸脉动 多名民进党高层卷入诈骗案 舆论批台湾已成诈骗之导 台湾跆拳道运动员高举五星红旗站上领奖台 台湾青年低新问题持续恶化 民进党空耗百亿改善无果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日前民进党当局召开所谓执政七周年记者会宣扬政绩 党内舆论对此痛批执政七年台湾未能变好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执政绩效不章将成为赖清德最大竞选包袱 国民党方面20号则举办事实大会 喊话让侯友宜来好好做事情 此外民众党方面同日举办记者会 批评民进党滥政呼吁两岸和平 国民党方面称民进党当局执政七年 民众只记得七缺 缺氮 缺药 缺电 缺水 缺地 缺人力 缺人才 且民进党当局党疫苗民众记忆犹新 错误的能源政策恐导致能源危机 而两岸和对外事务也因民进党基于意识形态 一面倒造尽挑衅的政策 导致少了九个所谓友邦台海兵凶战危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 七年来民进党基于台独理念 否认九二共识 两岸官方交流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原有的和谐关系与互信基础全然消失 不仅如此为配合美国以台制华战略 民进党当局完全致台湾民众失眠安全于不顾 不惜编列特别预算 举债向美购买武器 不断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边缘 台湾联合报社论指出 如今台湾非但没能变好 反而面临更多问题 经济发展前景堪忧 高房价高物价等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 民进党更在行政机关大量安插绿营人马 雇佣水军 钳制舆论 用偏侠价值撕裂社会 有分析指出 民进党执政表现 让其2024参选人赖清德非常脆弱 观察赖清德最近很多发言 都给人一种很疲累的感觉 不少媒体人指出赖清德曾担任行政部门负责人及副领导人的高位 但其所主张的各种政策通通烂尾 毫无成绩可言 已经证明其没有能力处理复杂问题 中国国民党20号举办政党轮替台湾更好事实大会 党籍县市长现任明代与明代参选人都受邀出席 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台湾所有民众的苦日子快要结束了 国民党团结努力 明年520让我们共同为台湾人民开始拼好日子 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仪表示 民进党当局最缺的就是好好做事情 民进党说要打黑金 打来打去越打越多 说要反贪腐 结果贪腐挂钩越来越深 甚至还接受诈骗旗团的赞助 说要拼庶民经济 结果都看不到 他表示民进党不好好做事情 就让侯友仪来好好做事情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同日在新北淡水举办2024选举宣誓记者会 可批评民进党因为政党利益超越台湾利益 治理失能 面对少子化高联化束手无策 数位转型司法改革沦为纸上谈兵 从能源危机到五缺 让外资却步 民进党当局成了企业投资最不可靠的因素 让台湾措施许多发展机会 柯文哲表示自己会务实处理两岸问题 恢复与中国大陆的沟通管道 促进两岸和平增加彼此善意 减少冲突危机 创造台湾和平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 毁台祸台成民进党执政七年最典型标签 文章指出 回顾民进党执政七年的成绩单可谓一塌糊涂 无论是外事经济还是民生安全两岸关系 民进党当初的竞选口号几乎全都跳票 两岸维持现状 新南向政策 2025非核家园 20万套社会住宅等政见 更是沦为空谈 在民进党治下 台湾第一季经济增长创下14年新低 工资水平7年创最大减幅 台湾经历6年5次大停电 7年断交9个所谓友邦 台湾民众痛苦指数破10年新高 台湾物价创9年半新高 内政不休 百病丛生成为台湾民众最切身感受 此外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 民进党执政的最大恶果 是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境地 成为外媒所称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岛内网络上流行的这些口号 生动反映了民众对民进党以美谋独 引狼入室错误政策的不满 近日多项民调显示 民进党执政表现让超过半数的受访人失望 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意识到 民进党当局为谋取一己私利 与两岸同胞利益扶植背道而驰 将台湾人民带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 民进党完全执政的后果就是毁台害台 来关注岛内新闻 近年来台湾地区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十分猖獗 让岛内民众防不胜防 为安抚民众 民进党当局本月初宣布 再追加13亿元新台币经费 用于精准打击诈骗 然而话音未落 台媒就爆出民进党多名高层 与诈骗集团有染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诈骗案主要嫌疑人曾国伟 持有的台湾网络借贷平台IMB 被曝以假债权珍吸金的手法诈骗 受害民众超过5000人 金额高达25亿元新台币 民进党民带陈欧珀也被曝出 接受曾国伟的房车供养 在2020年竞选期间 陈欧珀免费使用该诈骗集团 旗下的办公大楼当服务处 台媒指出 诈骗通缉犯成为陈欧珀的金主 他形同用民众被骗的血汗前从事竞选 不仅如此 台媒还爆出多名绿营高层人士 与曾国伟关系匪浅 包括前明代发言人薛成毅 曾使用该诈骗集团的大本营 当作竞选办公室 台南市长黄伟哲 则拿曾国伟女友公司的产品拍照 台行政主管机构副负责人郑文灿 也曾献声曾国伟的酒席活动 此外 台监察机构负责人陈菊 以及吴一农蔡奇昌林家龙等 一众民进党高层 也都曾与曾国伟同框合影 台媒称陈欧珀第一时间声称 与曾国伟不熟 但事后却又承认 曾去过曾国伟的豪宅招待所三次 另外几名绿营政客 也纷纷与曾国伟切割 民进党宜兰议会党团11名议员联署 要求陈欧珀说清楚 21号陈欧珀声称 为顾全政治大局宣布退出 2024年宜兰宪民代选举 据统计去年岛内诈骗总数为2.9万件 创6年来新高 诈骗金额直逼70亿新台币 岛内舆议指出 在民进党的执政下 台湾已成诈骗之导 岛内一项调查也指出 仅有6%台湾民众 没有接到诈骗电话或简讯 有53%民众 不满民进党当局打击诈骗表现 中国台湾跆拳道选手李东宪 日前在2023年 亚太大师运动会的领奖台上 举起五星红旗合影 一时间收获无数大陆网友点赞 请看详细报道 近日 2023年亚太大师运动会在韩国举办 来自中国台湾的跆拳道选手李东宪 获得一枚铜牌 领奖时 他将整齐点好的五星红旗展开举起 自信地赞赏颁奖台 一时间网络上大陆网友纷纷点赞 对此李东宪回应称 谢谢各位同胞的支持 对于岛内亲女媒体的攻击 李东宪5月20号傍晚 在其社交账号回应 我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这次也不是第一次举五星红旗 只是比较幸运 让大家知道了而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台当局劳动事务主管部门调查显示 目前台湾年轻人起薪 约2.8万元新台币 其中大学毕业生约3.1万元新台币 低于2022年初水平 民进党当局耗费百亿新台币 拉抬年轻人就业 已被现实证明完全无效 台湾年轻人低薪问题持续恶化 请看详细报道 民进党当局5月初宣布 将要再砸160亿元新台币 启动第二期投资青年就业方案 协助80万民青年就业 希望让2026年应戒币 升币一年后工资达4.2万元新台币 然而回顾第一期133亿元新台币的计划 原本喊出要帮助75万名青年 结果却只有协助3.6万人就业 针对低薪问题 民进党当局官员声称 有近期成青年在服务业工作 如果青年只愿意在服务业 旅游服务业工作 薪资恐怕依旧偏低 对此台湾民众党明代邱成元表示 民进党过去把青年当成提款机 蔡英文上台后 就学挺你 居住挺你 就业挺你 创业挺你的 四大青年证件却跳票 非常对不起年轻人 更让青年沦入 找不到工作 赚不到钱 存不了钱 买不起房 没有未来的四步亦没有窘境 国民党明代洪孟凯表示 民进党一方面怪罪年轻人 只做服务业 另一方面却用政治意识形态 阻止两岸观光产业发展 让市场越来越萎缩 民进党施政方向错误 现在不检讨原因 反而把错误推给年轻人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